如果你想要战斗,我们回到处,然后我会... 我们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紧张时刻 2014年6月2日,在佛罗里达州布里瓦德县法庭上 10年56岁的法官莫菲正在主持多名嫌犯的听证会 而这些嫌犯同时聘用了一位公共辩护律师安德鲁 此时律师安德鲁所说的waving指的是waving a speedy trial 即放弃快速审理的权利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 在一切刑事诉讼中 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 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 如果控方在规定时间内没能做好准备接受审理 那么最终审判时,无论是非曲直 指控都会被法庭驳回 许多被告人,尤其是那些在监狱里等候的人 都希望行使这项快速审理的权利 但律师经常建议他们的客户放弃这项权利 也就是说,同意诉讼程序比州法律规定的要慢 从而使得自己有充分的时间收集证据进行辩护 而此时法庭上的状况刚好相反 由于法庭近期的庭审计划已经排满 法官莫菲希望律师安德鲁能够说服自己的客户 放弃快速审理的权利 将最终的审判日尽量往后延期 而律师安德鲁却坚持不放弃快速审理权利 让法官按期对被告进行审判 此时嫌犯朗可走上被告席 他的辩护律师仍然是安德鲁 在沉默了数秒钟后 法官莫菲还是没能压抑住内心的怒火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法官莫菲此时对律师说了一句 如果你想单挑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法庭外面解决一下 而律师安德鲁也是毫不退让 来了句走啊 随后法官和律师一起走向法庭外的走廊 我们可以听到 两人刚走到走廊上 便互相扭打在了一起 估计此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嫌犯 看到自己的律师和法官真的当场打起来了 也是感觉一脸懵啊 很快隔壁法庭的警员听到动静后 第一时间赶来将两人分开 好家伙 在看到只有法官一人重新回到法庭后 在场的所有人竟一起给法官鼓起掌来 法官莫菲在刚刚的奋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回到法庭后用了好一会儿进行自我调整 随后继续展开对案件的审理 你的选择,有可能会有一个改变 的人员 是设置它在询图 在9月9日 830 或是你想要被决定 我们会设置它在15月15日 I would like to get it done as fast as possible That doesn't help me You want to set it for trial and see what happens? Yes Alright, speedy trial, June 9, 8.30 Alright, that's all we gotta do, sir 公共辯護律師安德魯 在和法官莫菲發生肢體衝突後 沒有再回到法庭中 而法官莫菲在被告律師沒有在場的情況下 繼續違規審理了法庭上剩餘的嫌犯 隨後司法資格委員會 對當天法官和律師發生衝突的情況 展開了調查 律師安德魯講述了當時在走廊上發生的經過 他把我撞到樓上 他把他的左手拿回後 把我撞到樓上 然後把我撞到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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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的左手 然後我非常驚訝 但是法官莫菲卻講述了不一樣的版本 他很快的 最終司法資格委員會 決定對法官莫菲進行公開譴責 停止120天 並且罰款5萬美元 並要求法官繼續參與心理健康治療計劃 進一步提高自身對憤怒情緒的管理能力 然而最終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 推翻了司法資格委員會的這一決定 判定永久罷免莫菲的法官職務 最高法院在判決書上說到 莫菲法官在公開的法庭上使用髒話 並威脅要對出現在他面前的律師使用暴力 這是一種侵蝕公信力的惡劣行為 莫菲法官完全缺乏自制力的情景 已經成為了全國人民的笑柄 這不僅讓法官本人感到尷尬 也讓佛羅里達州的司法系統感到尷尬 鑑於他的不當行為 明顯削弱了公眾對司法機構的信心 對其法官職務的罷免 是一種合適的制裁措施